的部分 不過我發現 它這邊好像 這個是因為我們這個題本 是第二個版本 我雲端上第一個版本好像它有更新過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在哪個地方呢 最後這個地方 它沒有取到小數點第四位 不過第二個版本好像有改了 變成就要取到小數點的第四位了 有沒有 這個好像在1-35頁的中間 它多了一個敘述 說那個兩個距離 兩個點的距離 它說要取到小數點的第四位 OK 那這個地方該如何做 也就是說 反正將來就會兩個點 那有點像以前的數學題 兩個點X在這裡X1 Y1在這裡 然後X2跟Y2在這裡 那請問一下兩點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那這邊提供一個叫歐式距離的一個 一個公式 那我們就是按照什麼 歐式距離的公式把它帶進來 有沒有在這裡 歐式距離 也就是你要開根號 把那個第一點的X跟第二點的X 兩個相減的平方 加上第一點的Y跟第二點的Y 兩個相減之後的平方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 將來如果說我們要在Python裡面做什麼 開根號的動作的話 有沒有這個開根號 那該怎麼做 我看題目裡面有沒有提示 題目裡面它沒有提示 那如果沒有提示的話 特別注意哦 我們主要還是要用跟剛剛那一題一樣用Mass 我們剛剛Mass 應該是104有個Mass Mass.π有沒有 那Mass裡面除了點π之外還有一個開根號的一個函數 叫點SQRT的一個函數 就可以幫我們做什麼開根號的動作 其他的話 平方我們前面講過就是乘乘2嘛 OK 所以如果說我要做出這一題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 輸入第一點它是第一點坐標21 第二點坐標是5.58 然後呢 它要先輸出第一點的坐標 跟第二點的坐標 然後呢 再把那個距離算出來 不過第一個版本是沒有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後面版本取到小數點第四位 那首先的話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做完的結果大概長這樣子 那我們先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執行之後的話 那當然第一點位置2 21 OK 然後再5.5 然後Enter 8 Enter 好那我先做出結果 類似長這樣子 有沒有 瓜虎 x1 y1 然後再來是x2 y2 這一點到這一點 它這個坐標有點像 各位這個有點像以前的數學 2 2 1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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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三個、第四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注意來看 因為我們要把它計算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計算我們必須用一個所謂的 我後面這底下我們重新再來過 其實做出來就這樣 然後首先的話我們來計算 計算什麼 計算那個歐式這個距離的公式 那我如果今天要產生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並且把它先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這個變數就是第一好了 D等於 所以將來如果看到這個 怎麼樣把它轉換成Python的這個程式 其實基本上首先第一個 我們需要Import Math 為什麼?因為我需要 Math裡面有個 function 它叫SQRT 就是平方根的一個函數 那首先我用D這個變數等於什麼 平方根嘛 所以一個平方根 特別是要打一個Math 然後點什麼呢 誰會發現Math裡面所有的方權都在這裡 有沒有SYCOS這邊都有 然後還有其他的 其中有一個 可以幫我們計算那個平方根的是在 剛剛Py這邊有了 然後SQRT在這裡 OK 所以你就輸入SQRT 裡面的話就是它等於有點像 我們在這邊開了一個根號 OK 好 那裡面的話要做什麼呢? 再分別把我們要的公式放進來 什麼公式呢? 就是這個什麼呢? X1-X2的平方 所以其實你就把這個公式帶進來 就怎樣? X1-X2的平方 平方的話你就乘乘2 這樣就OK了 再加上什麼呢? 那個Y1-Y2的平方 所以有時候我如果假設公式很像有沒有 那有時候我比較偷懶就拿這個複製 複製的話Ctrl鍵加拖拉 這樣就可以 要把這邊改成什麼?改成Y就可以了 OK Y1-Y2 OK 好的平方 這樣等同 這個公式等同就是歐式距離的這個一樣的結果 那把它存在D了 存在D之後的話接下來它要輸出了 所以接下來輸出什麼? 好我們計算完了 輸出的結果你可以看到公式 這邊有沒有 它做出來就是先幫我Print Print什麼?一個刮弧 然後呢這邊特別是有 這邊有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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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然前後都有空白 那怎麼樣? 我先把這個把它Ctrl-C好了 Ctrl-C做什麼? 假設我們一個樣板 先輸出什麼?輸出一個字串 就是要長這樣的樣板 但是問題裡面的那個2跟1 不是什麼?不一定是2跟1這個數 所以怎麼辦呢?我們可以把這個2 把它改成什麼?改成這個X1 然後呢這個1改成這個Y 等於是這個D點的X跟D點的Y 放在這裡 特別是最後幾個方法 因為我要把X1放在這邊 那個變數 所以怎麼樣放進來 第一個你把2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加加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把什麼X1放進來 意思就是說我把那個變數串在裡面的意思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它是一個字串 但是你現在已經 這邊是字串 可是這邊 已經轉型為 一個數字了 所以你放進來一定會錯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 加一個STR 轉型一下 這個前面我們有講過 好這樣子 OK 那這個怎麼做呢? 這一樣的道理 算靠兩個 所以你也許 假設你要把那個變數 串在裡面的話 算靠兩個 一到中間 加加兩個 一到中間 加一個Y1 然後記得把它轉型一下 STR 前刮弧 後刮弧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X1跟Y1 放到一個串列裡面 一個字串裡面 那第二點的話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點跟第二點 其實公式基本上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這一行複製貼過來 然後只要改什麼? 把Y1改成2不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少寫一行 所以有些東西如果一樣的話 最後的話要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D裡面的結果 OK 輸出什麼?輸出到這裡 所以它前面有個敘述 一個字串 叫做Distance 前後要空白 有沒有這邊空白 這邊要空白 這邊要空白 然後再輸出這個結果 當然第一個版本是沒有小數點 我們先做第一版 等一下再做第二版好了 如果說我要把那個距離 放在這裡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Enter printer Printer Printer一樣先刷引號 然後我要輸出的 假設我們最好 這個考試是不能複製的 不過偷懶一下 我先複製這一串 就是Distance 等於 然後放這邊 放在四串裡面 然後後面還要輸出一個大瓜 就利用什麼? 點Format 跟剛剛一樣 Format 然後 把什麼放進來? 把D放進來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Distance 這個東西 有一個空白 等於空白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放到這邊來 串在一起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 其實這邊 可能會比較 需要注意的就是轉型 因為已經轉成整數了 整數或者浮點了 所以記得串接一定要STR 當然如果說假設 你如果 我們還有方法二 不過在講方法二之前 我們先用方法二 這個前面都講過 也就是你要串接一定要轉型 否則都會出錯 然後Format 放進來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 那結果應該就會符合 在1-35頁 1-35頁 這個是第二版 不過第一版是沒有取到 小數點的第四 我們先試 先輸入2 Enter 再輸入1 Enter 5.5 Enter 再輸入8 如果可以看到什麼 下方的結果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是正確的 而且你會發現1-35 它還特別跟你講那個 一個點 那個點不是說輸出點 那個是空白 OK Enter 各位可以看到結果一不一樣 檢查一下空白 有 有沒有空白 有 這邊有沒有空白 有 這個前路的話空白 如果沒空白的話 那即便你結果看起來是對 但是它還是不會給你分數 那Distance的話 這邊就是輸出第一個版本 是沒有取到小數點第四位 但是現在新版 如果你們去考試應該是第二版 它要你取到小數點的第四位 所以第四位該怎麼改 剛剛才講過 有沒有 清理在什麼 大瓜五這邊 加什麼呢 冒號 點 4F 對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你點4F的話 那應該 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 題目要的 2 1 然後5.5 取到小數點 剛好就 第 四位 而且會跟E1335一模一樣 那另外的話 其實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不轉型的話 不用這樣串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Print加豆點 豆點 豆點 但是加豆點的話 記得 豆點前面 會自動幫你多一個空白 OK 不過我想你們先試試看這個方法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